郭忠祐 林家瑋在六月 這場比賽之前已經投了11.1局 除了摩爾之外 還有王豐馨 這些都是先發投手的 他是一個後援投手 投的局數還蠻多的 今天彭正銘有一支 夜來安打跟一個打點的進帳 聯盟紀錄組告訴我們 相對的對死紀錄也是 聯盟的紀錄是97年 當時一個單場26支安打 日本之邦我手邊有一個 僅供參考的 03年當時的 這個叫大榮的 當然現在就叫軟體銀行英 前程是大榮英對爾是有 單場32支安打 是太平洋聯盟跟日子的 當時的雙料的紀錄 同一年他有打了一個 31支安打 一個是32支安打 是7月27號打 隔了沒幾天 8月1號打了一個 31支安打 所以安打是不會用光的 應該會越用越順手 雖然不是隔天 但是 所以我們這樣說 高聯們不要那麼負面 別說今天趴著明天 明天一定 明天根本是明天的事情 對 結果這個球打擊的彭正銘呢 是回空遭到的三陣 現在形成了兩出局 天亮水 主要的是恰恰現在 出棒的時間比較慢 9局的上班 林家瑋界點解決了兩位打者 打擊的是第五棒的郭建宇 今天第二次的上來打 前一次是上來打擊被三陣 最球打成了界外 那今年的轉播 我們也曾經跟大家報告過 國內沒有做這個統計了 但日本之邦有做過類似的統計 就是 所謂的前一場得很多分 下一場到底會消風嗎 結論就是 沒有這回事 那 不過這比較困難的統計 是因為他的定義上 就有 到底多是 多少安打才叫多 多少得分才叫多 那隔天的少 你覺得 就是這個標準其實 只能夠抓一個基準點 來去做一個試算 少於十肢的去消風 喔 小意思是消風 因為我們常講一場比賽 如果有十肢的安打 打擊教練就可以 稍微先休息一下 那不然我們一十肢來計算 看明天知道 相對的打擊 會不會有十肢以上 唉唷 哇 這個球好像打到 看台上的觀眾 工作人員也都趕快過去 結果打折 顧建瑜今天的養次都被三陣 結束了這個半局 目前還是八比三上的領先